不是 這一台 我們後來檢查的結果 本來這一台已經 賣給客人了 可是因為我們警察的結果後來沒有賣給客人 因為我們發現 這裡 有補過 補過的因應應該有很多種 可是我們不管是哪一種 我們都是直接就不會賣了 一開始我發現這裡有低油 我想說奇怪 純洞肘這是純洞肘吧 這隻是純洞肘 純洞肘為什麼有油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是上面滴下來的 後來請小城 去檢查才知道 這裡 所以 有黑那個地方 雞那個是補過的 所以我們決定這台 就沒有賣給客人了 嗨 大家好 車幣又來了 今天 帶大家看一下這一台 今天床跟旁邊有一點點 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收音全部雞雞 所以被小師打槍然後 又重錄一次 大家好我是柯P 節目不曉得叫什麼名字 大家可以幫我取一個節目的名稱嗎 什麼都可以 如果留言 確定中獎的 可以送這個T恤一件 最有創意的 柯P的新節目名稱 什麼都可以 對 歡迎留言 要那種有一點閒絲 又不會太閒絲 這樣 最好 最好記又好笑也沒關係 對對對 然後你說什麼 T恤 我們這個T恤 最大到XL而已 太胖了 要減肥 減肥就是 差L 對 這個版型偏大 我是穿L的 說明一下 之後柯P 希望每個禮拜 可以有一集小教室 用簡短的時間 教大家 這個 汽車的 好玩的東西 對啊 還是說 看到什麼東西 你們可能不知道的東西 我就看到 我就跟你們講這樣 畢端畢腮 對啊 吃飽鹹甘藍 吃飽鹹甘藍是什麼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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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要逼 要逼 為什麼又要重拍 你跟你講 他說我講話太小聲 沒有錄到聲音 過程是這樣 客人跟我買車 來 那客人也蠻謹慎 第一次我們頂起來看 看過了 沒有什麼問題 都寫好了 這車進來檢查 檢查過程中 小神發現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他就馬上跑過去跟我講 我就跑過來看 一看了之後才發現說 漏油的原因 竟然是 那個引擎那邊 曾經 不曉得什麼原因 造成它有補過 變成小細縫 造成它 剩餐 對 剩餐 這個問題也是要解決 我有跟客人 有跟他講的 後來這台車也是沒有賣給客人 因為這個東西也不能賣給客人 就被我們打槍就對了 所以我說明一下 那一台引擎有破洞的車 我們就還給上一個人了 那我們也換了一台 配備更好的同款車 給本來相信我們 跟我們買的客人 那現在請柯P帶大家來看 上次的這個狀況發生的位置 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這樣好不好 探討一下 來去看看 走 它上次的位置在哪裡 第一次看啊 因為它這樣看過去 你看都沒有漏油 對 結果後來發現 因為那時候發現 傳動軸這邊油油 這個是傳動軸的 這是傳動軸的 傳動軸 另外這邊要 輪胎再轉 然後傳動軸就再轉 好 好 輪胎勒 你說破洞的就 對 這個是圓鈴嘛 對 這個是圓鈴 這是油理殼 這是我們說的本體 本體 你看喔 這個是固定的 固定的 所謂的圓鈴 所謂的圓鈴 有 是所謂的圓鈴 對 它這是一個霹鈴 傳動軸因為太長 它要輔助 才不會 卡住的 因為它太長 所以裡面有個霹鈴 對 這是霹鈴 它就是這個固定 它都是有三顆 三顆 鎖在引擎上面 對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 鎖在這裡的時候 它這裡裂掉 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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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很多嘛 比如說它可能 在形式當中可能是 底盤 因為我們看過 大樑都沒有撞 對啊 那裡沒有塑膏 沒有塑膏 那裡我看過 我在想 有可能底盤去撞到 它有去拉扯到 所以造成 有可能這樣造成它裂掉 鎖到空 鎖得比較大 造成它這裡 披起 為什麼 拉扯 拉扯 就是往後 拉開了 對 所以 鎖 鎖到 鎖到傳動軸 傳動軸 又固定的 本體 又把本體拉開 造成它變成裂開 後來它 有補過 可是因為補過 有補過 可是還是有滲油 補過沒辦法補到嗎 應該是可以補 可是重點是 這樣我們也不會賣 因為補過的東西 老實講 如果是你的的話 那是不是跟蠻蠻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補的東西的材質 材質 跟原地的材質 成分不太相 有可能補不掉 有可能 再來就是因為它有油 主要也是有油 因為油的關係 你在焊接的時候 有可能看起來是OK的 可是 它還是慢慢會滲出來 沒辦法 好像拍撕碎 不可以有油 你就塗不掉了 像保險桿它是塑膠的 如果萬一塑膠它 因為沒有油漬 它很好去再補上去 就像冰璃那一集 就補上去就OK 可是因為這個 裡面是有油的 還要有油 對吧 所以 看起來都是補過的 可是它還是會慢慢滲出來 對啊 因為像這個油體格 它還是一體成型 它不會再去做接的 那不能換 整個圓形換新的嗎 換新的 可是換新的 就有一個引擎號碼的問題 喔 對 換那也很麻煩 對啊 有一個引擎號碼的問題 所以 一般通常外面 如果房間的話 一般是用修的 補了再補 再補 漏了再縮 應該是類似這樣 那應該很快的 怕熱脹冷縮 熱脹冷縮 熱脹冷縮 比較容易會遇到 對 因為第一 它每天都會 一定會再跑 它會動 有點黏起來的 可是每天在 傳統軸再動 對 久了它應該會再裂開 就這樣 哇 那每台車設計都傳統軸 會修理演練這樣 車款嘛 比如說我發現 馬自達系列好像都是這樣 馬自達系列這樣 對 所以馬自達要注意 不可以 鈴鐺太多 不可以翻下去 對啊 類似這樣 還是說你輪胎不要去撞 但如果假設真的 假設你在轉彎的時候 輪胎往外 撞到是往後拉著 就有可能會造成 它這種狀況 喔 叫撩出來 對啊 這也是很麻煩 對啊 可是它是因為 那馬自達這樣好路 好路啊 應該 應該也是 因為有遇到我才去注意 因為就是 火會陸續會去再觀察說 大概摩幾台 會大概設計就是這樣 對啊 因為我看過 馬自達的好像3啊5啊 類似都有這種狀況 喔 都是所有的本體上 對 欸 今天分享的案例到這邊 啊 像這種車啊 你看喔 在知識上合約啊 這都沒有學到 這個也不是事故 也不是泡水 這重鐵奶奶車也跑不多 才跑大概四五萬公里而已 好 啊這個一般 來講啊 這個 我們在交車的時候 會做一個徹底的檢查 這個是我們自己發現的 發現這個問題 啊 我就直接會跟客人講說 這個東西遇到了 跟客人去做協調 後來客人也不錯 我們跟他換 換另外一台同款的車 反而配備還更好 啊 這個一般外面的 不會去跟 我們要像鞍變六鞍 對 不過把手變得把手 對對對 其實客人也覺得 欸不錯 因為他換到一台好的車 對啊 因為他也蠻信任我們 可是重點是 我們對客人就是要負責 重點那個客人好像也是老客人 對啊 幾年前把我們買過的車還換 兩三年前 對 兩三年前換車的 對啊 所以不能拿刀牌開玩笑 對 外面房間有可能就修理 還是要補一補 就交給客人了 因為這個 老實講你用 合約書啊 還是說什麼知識到合約 你要來告我 其實也不成立 其實動點我們是不會這樣做 因為合約店好像都沒閉到 引擎破一個洞怎麼辦 對啊 對 這倒是真的 可是他引擎 做洞都是很正常的 對 只是說他會勝利我這樣就不行 好啊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記得 幫我訂閱跟分享 開啟小鈴鐺 你們不覺得很久沒有看到我了嗎 因為 你要大家支持我 我才會出現 因為老闆怕你 屁又比較紅 欸 應該不會 現在把客人來店裡 嗚 嗚 嗚 超紅的 所以你那要支持我 我都一直在待在這裡 不然我會就消失了 欸 我來看你的瀏覽率 好啊 對幫我多分享 訂閱 小鈴鐺記得開啟 對我才會 每個禮拜可能就會出現一次 不然我等一下一個月才出現一次而已 呵呵呵 好記得喔 大家 謝謝 謝謝 我說 製作曲 你節目要給什麼名字? 我怎麼知道的? 蛤? 我這個節目,這個有名字嗎? 對啊 柯P公車 水公的公 柯P啦,你知道嗎? 柯P小教室 那太普通了 比較大現在比較開心 像你在早上開槓的時候 那種音量 開槓那種音量就好了 對啊 處理下去這句話是我的 你要說什麼? 還是你要學我? 不行 我都留言 我都留言